很多金融洪暴的原因 淺淺化現在已經不是好的字 很多人都不在講這個字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建立在 大家知道這個意思 就是東西 它沒有生產東西 它只是比那個 我們傳統講買空賣空還跨著還高級 更進一步 這個就是那個 政府在做這件事 這幾年當然做得很誇張 我以前 我們家不是五都升格嗎 前幾年我問那個新北市的一個長官 他說升格的好處就是什麼 就是可以借比較多錢 以前新北市可以借800億 現在可以借2400億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所以新北市這幾年把 因為以前當過他們的顧問 我知道以前很多案子就把它cancel掉 因為實在是太誇張了 現在新北市把以前丟到垃圾桶的案子 全部拿出來做 那一方面也造成混亂 那一方面也造成混亂 就你剛剛講 不是沒錢啊 拿錢啊你來 既然現在可以從800億借到2400億啊 所以蘇生湯那個誰結束完 台北市是借新北市借800億啊 周錫維結束是欠到1600多啊 那這一趟周立文做完 我看會把2400億借掉 那以後的縣長 以後的新北市市長就 就怎麼樣 就要開始還錢 不能再借囉 然後我們的子孫就還不完了 所以政府不是 你講的沒有錯啦 政府不是沒錢 只是說我們都 在我們這一代就把它花光 你看我們今年 整個國家在公共建設 大概是去年的一半 所以未來這一年 其實是很關鍵 因為可以借的那個錢 已經都大概差不多 那接著是怎麼樣 你看我們的國家 花在那個年度的支出減少一半 代表社會上 是不是就少了一半的錢 那很多人生意就做不下去 那這個是什麼 怎麼造成 回來還是整個我們現在的 體制所形成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你說這種不當的錢 還有沒有很多啊 像各位 我住在淡水 那有沒有去淡海興市買房子 那現在政府說要做 輕軌 你覺得輕軌比較好還是 那個橡皮輪的比較好 為什麼 就是公車啦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 如果你是住在西市鎮的話 你會比較覺得要做輕軌 還是比較覺得要做公車 像現在一樣 你們覺得怎麼樣 資訊不太有 價錢不曉得 路線不知道 沒有 先不管錢 一般來說 有捷運的話就會增值嘛 所以我們廣池那邊的居民 都是要的嘛 都是要他進來 所以你現在講的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邏輯的話 應該是他們是要 輕軌還是捷運嘛 住西市鎮的人都希望輕軌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以我們那邊 他們大家都希望是有捷運的話 就有錢嘛 你覺得咧 你住西市鎮 你會覺得你要輕軌還是 供車 輕軌要增地嘛 先不管 這個政府都幫你做好 你是一個居民 你住在西市鎮裡面 輕軌 你們覺得有沒有人 輕軌 因為他的流量比較快速嘛 他又不必等紅綠燈 是不是 好 西市鎮大概是這麼大的小鎮 對不對 那他輕軌是這樣 好 你說哪一個會比較 那你 就很多大樓 我下一個 對不對 每個都是一個大樓嘛 對不對 蛤 那這一個是一直連身到台北灣那邊嗎 蛤 台北灣那邊 這是另外要跑一條到那個 宜人馬頭才會到台北灣 好 假設這一條你做好了 哪一個比較好 你如果做行事證的 比較好 蛤 輕軌 那你住在這裡也沒問題 那你只差一個block走過去不就好了 500公尺 500公尺就是一個站嘛 這裡冬天很冷 然後雨很大 像譬如你可以到每個社區大樓門口 說 開始條線 保證讓你 可以到每個大樓的前面幫你拿 為什麼 因為他到底 淡水 同住你站還多久 還多久 十幾分鐘啊 那我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你在 因為 輕軌不可能 太多站嘛 所以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是一個好的交通工具 公車加輕軌 蛤 公車加輕軌 蛤 公車加輕軌 蛤 有時候把公車把人拉到這裡 對 那他坐的車就拉到這裡了 對不對 想去那邊的就去那邊 阿翔 不是啦 你現在來到這裡 要上上下下 不如他就已經跑到 為什麼直接走到公車 直接走路就倒 蛤 直接走路就倒 蛤 直接走路就倒 蛤 那不是跟我們信義東延線一樣嗎 他實際上已經有公車線 已經很多公車在那跑了 對 為什麼還要再搞那個 台北的那個方便 他如果把 像台北市現在 一直 你用公車來轉成 不會比捷運 你看未來捷運 大概很多 很多 其實應該好好的 每個點區好好做計算 讓大家知道 那當然背後還是要講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花這麼多錢 比如說 這個地方 花這個錢 各位想看看 他怎麼營運 新市政沒有產業 那做完這條線只有 上班下班有人做 平常誰做 平常有沒有人做 那他怎麼營運 那財務怎麼做出來 各位應該比我 有些人如果學這個 應該比我更清楚 那怎麼維護這一條的物件 你知道 關鍵是在財務上面 那你把那個 這一條的財務 你全部 弄幾個公車 把他那個錢 除起來在銀行 搞不好以後 全部免費公車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意思 因為你該這條軌道 你要花的錢 有沒有人來做 大家只有上班下班 那平常呢 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 這段時間有沒有人做 大家想看看 會不會有人做 沒有嘛 因為這裡也沒有什麼產業 那都跑到台北去上班 但是你這個想法 很像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 在地人都可能很希望這樣 對對對 就好像花東的人說 我們需要安全回家很大位 對 可是比較在花東的人 對對對 就是覺得說 沒有必要去看這一步 我覺得這樣 就是剛才談論的 讓我想到這一步 對 我們現在不要講花東另外一步 你覺得我這樣講有沒有 套理嗎 對啊 我們要不要去分 先不要講我有什麼道理 正如你們把這個東西去分析 讓大家知道 然後每個人有沒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什麼對我比較好 對不對 有沒有思考 沒有嘛 我們就想說有捷印 都覺得天下太平 可是是不是捷印最好 天世界現在最可居的城市叫巴西 對不對 巴西那個 庫里奇巴就是用 大眾運輸 那比台北交通人還多 還還緩嘛 可是他用交通 用那個橡皮輪就可以來捷 那也是我們的迷思 因為 這叫VRT 就是輕軌 橡皮輪也是輕軌的一種嗎 可是在台灣沒人聽得懂 可是老師 台中的人說他們到現在一條 都沒有 台北市 那這不是說台中要讓他蓋 為什麼後來蓋不下去 一樣嘛 那沒辦法亂啊 像高雄一樣啊 高雄每年要賠多少錢進去 中央幫你蓋好 以後你高雄市要自己 你台中市自己要養那一條線 現在台中為什麼停在那裡 是中央不讓他蓋嗎 因為他只搞一條兩條啊 不像台灣 台灣 台北市是四通八達 你做一個就可以 所以現在台中就是說 你弄得多的話 重量要讓你蓋 台中市政府 停在那裡 先來做VRT 先把公車系統弄好 高雄就是這樣做不起來 因為我之前在高雄租過 那同樣一條中山路 那同樣一條中山路 已經有至少是五到五條公車在那邊跑 然後蓋一條捷運其實 那個人口沒有批養起來 展程系統都沒有做起來 就很難經營 對啊 以前看高雄在蓋捷運之前 有一個計畫說明就是 未來有本來有百分之 未來大概機車全部會跑去做捷運 可是後來看起來還是沒有 對不對 大家還是坐機車 還是比較方便 因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 不是一個像台北有這麼密集的道路 那另外當然是 他整個城市的機能還不是那麼完整的 那麼分配那麼平均嗎 像台北市 對不對 平常去捷運還有人都有人做啊 所以你想看看這個 除了上下班還有誰去做這個 捷運跟高雄 這個大概是我延伸剛剛 心意延伸線所提到 這個合理 政府有沒有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所以我們就會有很多爭議在這裡面 那如果我們一直在這裡的話 那絕對扯不清 對不對 你說現在政府 我自己在弄那個杜根 對不對 參加文靈院 現在 政府 每次